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佛修心一定要对烦恼习气一定要克制 因为很多人的学佛嘴巴里在学 但是实际上行为上他没有把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习气克制掉 那么很多人的习气已经带有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你要他一下子去除也是很困难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 学佛为什么要克制这些习气 习气是什么 习气实际上就是长久以来 在你生活上形成的一种不良的习惯 而这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 像很习惯意思就是像惯性一样 习以为常的惯性使得出来 那么这种就是习惯 那么习惯呢 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 而不良习气 实际上就是不好的习气 比方说很小气 又比方说经常会嫉妒人家 又比方说经常会在背后说人家 说三道四 那这样的话呢 那你的烦恼呢 就一直会生出 因为你的习气越多 你的烦恼就越多 因为你的习气越不好 你的烦恼就越不好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的人 一定要先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气 很多人经常会说 我就是这个毛病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 我就是这个习惯 还一直以为这是对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正因为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气 才会让你自身烦恼 台长跟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烦恼 因为他的习气 那么习气是什么呢 比方说他很喜欢嫉妒人家 你嫉妒这个人 嫉妒那个人 你对什么样的人都嫉妒他 那么你会不会增加烦恼呢 所以我们经常说 习气少一分 那么你学佛的功夫啊 就净一分 所以要克制自己的习气 那你的功夫才会长进 听众朋友们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学佛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性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人 从小到大 他都有一定的习性 又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有的人不喜欢洗澡 而有的女士特别爱干净 有的男士做事情很快 而有的女士做事情特别慢 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习惯 那么学佛之后 我们该快的就要快 该慢的就要慢 比方说 待在床上不肯起来 那对修心也是有害的 大家知道 早课晚课 一定要做 那么早上爬不起来 晚上呢 又觉得要看看电视 那你还修得好心吗 一定要克制自己 把生活中的习气少一点 那你的烦恼就少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 先要克制自己的习气 那么很多人呢 有修行欲力 有修行欲力 欲就是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好 你修行学得越有力量 越来越大 你的习气呢 就越来越小 你修行修得越来越弱 而你的习气呢 就会越来越发着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下不了狠心 你修行不是太用心 慢慢的你的习气呢 就会越来越发出来了 因为你没有菩萨给你加持 因为你没有知道 真正在人间 我们应该怎么做人 那么你修行不利 你的身上的习气 就越来越发出来 那你的烦恼习气呢 就增加的多一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修行就少一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听众朋友们 我们要修持 要学佛 我们一定要一事相修持 什么叫一事呢 就是按照事情 大小 我们来修持自己 我们该好的时候 该温柔的时候 就得温柔 该坚持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要坚持原则 这叫一事相修持 实际上用佛法借家 叫一教奉行 我们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去做 虽然我跟你关系很好 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做 我们大家就不能做 过去很多人 因为是兄弟 哥们 讲义气 他犯罪了 他求你 你爱面子 最后你也做了 那么对不起 两个人一起进牢房 所以我们做事情 无论如何 要一事 按照事举 我们来修持 我们有时候 不知 反照回光 刻出自己心中的忘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 很多事情 他都有回光返照的 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你以为做过了 没事情 实际上 他给你带来更多的事情 你今天做了善事了 你以为今天布施了 过去当然的 这个布施和社团里的布施 是不一样的 我就碰到过 我的社团里的一些侨领 跟我说 他们经常捐这个捐那个 捐到后来 越捐越多 什么样的人都来问你要钱 所以呢 实际上这也叫 回光返照 所以呢 我们做事情 一定要知理 知心 你所知道的事情 你所明白的这个事情 首先你从理论上要知道它 然后呢 你要知道它心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要以提防为主 对我们的身上的习气 我们也要 提防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那么叫防不胜防 所以 要用菩萨的境界 来克制 自己心中的妄念 要知道任何事情 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回光返照之术 实际上就是因和果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烦恼一定要少 我们习气 我们习气 我们习气也会少 习气一多 烦恼也会多 那么怎么来克服 烦恼和习气呢 那么最要紧的 就是要修心 修行 所以我们平时提防自己身上的毛病 提防自己顺境和逆境 因为碰到顺境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怎么样 碰到逆境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要明白 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境界 我们都要逢圆 叫欲敬逢圆 什么叫逢圆呢 逢圆就是随缘 逢到这个圆我们就做 没有这个缘分 我们就不做 今天有人让你做领导了 你有这个缘分了 你就做 如果没有让你做领导 你拼命的去求 去追 你时间长了 你也做不安稳的 因为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是实缘体 是实实在在 有缘的一种体现 叫实缘体 实缘体就是 让你明白 你有这个缘分 你才能去做 你没有这个缘分 你就不要去求了 求来的也是假的 所以 学佛 一要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 二要随缘 听众妹们 那么 大家要知道 我们学佛 有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些境界 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身和心 有时候觉得 我的身体很不舒服 我的心里很难过 那是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虚妄造成的 因为 这是你的妄念 所致 你为什么会不舒服了 因为刚才那个人 讲了一句话 让你不开心了 你的身体 为什么会不舒服了 因为你自己 以为自己身体 很健康 永远不会伤风感冒的 所以 无所谓 你才会 不舒服 所以 身和心的不舒服 实际上 是你的虚妄 所造成的 那么 什么叫虚妄造成的呢 因为你认为 身体 很好 实际上 你的身体 并不好 因为你认为 你的良心 很善良 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 被人家呢 讲了 被人家说了 那你呢 又不开心了 那么讲完之后 还有吗 那没了 你的感冒伤风 发过之后 还有吗 那也没了 那么这些 都是虚妄的东西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认识到 这个世界的一切 它都是属于虚妄的 都是没有实性的 也没有实体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学佛 就是求一个自我的实体实性 做人要实实在在啊 啊 我们做人要实在 我们做人要实实在在的 对得起自己的本性 而我的性情是怎么样的 我的人实实在在 我不骗人 就是你的实性 你的实体呢 就是你实实在在 做的事情 在你生活当中的体现 所以当你看穿了 这个世间 什么东西全属妄念 都是虚无的 那么你就了不可得了 什么叫了不可得 就是不得了了 非常好了 所以做人要有无我 就是基无有我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世界当中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 我们都有自己的实体实性 我们有时候又觉得 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 没有自我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把自己培养成一个 啊 可以把自己看空 但是呢 在做人方面呢 又要借假修真 因为你确实是有这个虚幻的我在这里 我要把这个虚幻的我要变成实实在在的我 又要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我 看成一个虚幻的我 这样你才不能把 虚幻的自我 看到实在 可能说的比较深 台长还是喜欢给大家举例子 有如你到一个 那个 海外 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旅游 那么你旅游的去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 把身体和你到那里去住的酒店 暂且定为它是虚的 那么你今天看见了这个旅馆 你去住了 你住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 啊 对了 那么就两天工夫 那么你又离开了这个旅馆了 啊 以后你就忘却它了 那么这个东西还存在吗 没有了 那是虚的东西 就如如你拍过照片 你看过了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 你把照片拿到眼睛前面看的时候 是不是虚的 因为照片上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今天看了就是有了 你过两天放在出地里了 你不看了 它又没了 所以这些就是在人间的虚假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把旅馆 虽然这个旅馆啊 是真的 那是两天当中让你感觉是真的 但是又要明白 我们这两天我要把它过得好一点 那就是实的东西了 那么等到两天之后呢 你又把它彻底忘记了 那么还是回到无我的境界 就是还是不是你的 你的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既然我们觉得有空的时候 我们才会感觉到安详 举个简单例子 你既然去旅游了 你住在旅店里了 那么有个人在对门 你会不会因很多事情跟他吵架 因为你想到的 我就两天就离开了 我何必跟他吵呢 你如果把这个世界看成 我不就几十年吗 几十年我就离开了人间 就像旅店一样 我会要离开他的 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吵呢 我为什么要嫉妒 我为什么要烦恼呢 我不要烦恼 我不要生烦恼 因为这个世界 我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想想大家 现在已经年过半百 想想你的孩子 已经长得很大了 想想我们随时随地 就会离开人间 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呢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们做人就是要学会放下 如果一个人不能放下 你就从根本上 解决不了这个人间学佛的方法 因为你能够理解佛法 解决了自己的心中的烦恼 解决了自己在人间的一切烦恼 这就是佛法的根本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和开悟 实际上佛法也没了 这也是空的 任何法门实际上都是一种方法 它让人学佛 让人能够开智慧 等到所有的人都开智慧了 这个佛法 这个法门也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理解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空的 我是空的 而人也是空的 什么都是空的 这个一切 钱赚来也是空的 我们就不会去烦恼 去忧伤了 好 听众朋友们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呢 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做人要放下 要看开 对自己身上修心的烦恼习气 也要抵制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用最真切的心来学佛 我们要用最有智慧的思维来理佛 我们又要用最最能够感悟的慈悲心来替代众生 这就是学佛的观 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 给大家这么好的法门 让大家自己来超度 自己来还债 自己来修心 自己来念经 自己能够把自己身上的毛病改掉 自己能够调节自己身上的灾难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好好修心 实际上修心最难的不是其他 最重要的就是要行和信 所以叫修行和修信 修你的本性就是要改呀 很多听众在听台长讲课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很明理 但是呢 一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 他的烦恼又开始升起 所以希望大家好致为之 要定当戒之 对自己身上的习性和不好的东西 一定要戒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